Hello 大家好 我是Jane 這個是小堂大作系列 突破瓶頸 的一個小小的分享 我們接下來會開一個課程 教大家學唱歌 上一次我都和大家分享過 唱歌 我們發聲音 去歌頌上帝 是神給我們一個非常好的禮物 不知道這一陣子 你們有沒有向上帝唱歌 無論開心不開心的時候 我們都可以運用我們天然的聲線去歌頌上帝 很想和大家分享 以往當我和一些 大英姊妹聊天的時候 都會發現他們部分 會覺得自己的聲音不好聽 唱也是這樣的 聽到他們其實有點失落 令我想起 我以前是學過一個 音樂的課程 有一位博士 他是和我們一班學員去分享 他說他不相信上帝 會創造一個人 是不懂唱歌 以及不能夠唱準那個音的 他的提醒給我一個很大的啟發 正如好像每一隻雀鳥 雖然他們的聲音是不同 但是當他願意去張開他的口的時候 他所發出的聲音 就是一個天然最好 最悅意的聲音 當然你會發覺 有些人唱歌比較好聽 有些人可能就未必唱得好像他們那麼好聽 但我又覺得 如果我們用心聽 神給我們這個聲音 每一個人獨特的聲音 其實是一個很奇妙的創造 如果你仔細去聽你的聲音 你自己本身獨特的聲音的時候 我相信當你越慢慢去聽 越慢慢去用心一點 去訓練你的發聲 或者你慢慢會起我們自己的聲音 都不成功 我想今天跟大家分享 有兩樣可以突破我們瓶頸的小小的提示 第一就是自信心 自信心很重要的 其實曾經有一段時間 我對我自己的聲音 都沒有什麼自信心 因為在我大學的學習的裏面 我都會跟我身邊的同學比較 由於有一兩位 是一起主修聲樂的同學 他們真的唱得非常好聽 我漸漸對於自己的聲音 沒有信心 就算以前比賽獲獎 又或者有老師讚過我 但我總是覺得不如人 其實這種沒有信心 會影響我們對自己 唱歌 連那個信心都沒有的時候 會影響我們的質素 很有幸 遇到一位好的老師去啟發我 不需要和別人比較 還有盡量用心去練好自己的聲音 在這個過程裡面 到今天我又發覺是很重要的 當你對自己有信心 你相信這個就是上帝 聲音給你最好 上帝給你最好的禮物的時候 你用心去練習 還有加上祈禱 我相信如果你動機 是這麼純正 你真的很想單純去歌頌上帝 我相信上帝會加倍給你 讓你的聲音發揮得最好的 當然過程裡面 其中另外一個的瓶頸位 對自己要提升的自信心 第二就是整個身體的狀態 就是要放鬆 無論是我們的身體 或者我們的心靈 如果是我們很大的重擔 或者是我們的身體 經常在一個很繃緊的狀態 其實是很難發出美妙的歌聲的 所以如果你每天能夠持之以行 是無論你早上 中午 或者臨睡之前 你都嘗試學習一些很簡單的 深呼吸 或者拉筋的動作 將自己在繃緊的情緒 或者在繃緊的肌肉 嘗試去舒緩它 可能你整個身體 都會去到一個相對放鬆的狀態 如果你這樣去練歌的話 我相信效果一定會比之前在繃緊的狀態好 有時可以善用一下空間時間 就算疫情的情況 都是一樣 在家裏面 或者戶外的情況 你都可以嘗試做一些 比較深層的呼吸 什麼叫深層呼吸呢 現在大家戴著口罩 其實有時真的呼吸都很辛苦 如果有一些狀態 你可以脫下口罩 你可以嘗試吸深一點 譬如我做一個呼吸很急速就是 是一個很緊張的狀態 如果我多點練習 深層呼吸就是吸到底 吸到底 然後慢慢敷出來 是用鼻吸 然後口敷出來 我示範一次 就是這樣 吸到吸到很深的位置 在這裡的位置是張開的 吸的時候 就像氣球一樣 然後敷 所以其實你平時可以買一些氣球 回家試一下 一口氣 吹脹波 然後放氣 再吹脹波 一口氣 然後敷 練到深層的呼吸 當你唱歌的時候 你的呼吸 你的呼吸可以長久一些 還有治癒一些 不會突然間沒有氣 突然間沒有氣的情況 就是不單止你把一個歌詞 把它碎片化 上次說過 第二個問題 很容易你的音準會跌 就會呈現了一個問題 就是你會很容易走音 會失準 甚至可能整排音都會跌 第三個瓶頸位 就是除了你的自信心 以及你的呼吸 要運用得好 第三個就是聽覺 我們的聽力 如果我們唱歌的時候 不要認真去聽自己 發出來的聲音 就很閉加火了 不知道自己走音 其實你是不斷走音 聽出來 其實整首歌就變了聲 我舉一個例子 例如觀看這個分享的朋友 可能你在教會有些事奉崗位 無論是領唱 或者你是主席 又或者是師班員 當你去到禮拜天的時候 你要去事奉 我很想提醒大家 我們禮拜六的準備很重要 早點睡 通常如果你要八、九點 要回到教會去做一些彩排 你前一晚一定要夠八個小時的休息 即是十點鐘 你差不多要上床睡覺 為什麼呢? 如果整個人很累 那晚看球 或者看電影 這麼疲倦 你第二天 就算你之前用了整個月的時間去練習 很可惜 因為你前一半的準備不夠 你第二天的表現一定不理想 如果你夠睡覺的時候 你平時有喝暖水的習慣 你已經打了好底 第二天早上起床 你精神充沛 還有做拉筋伸直的動作 去到你要做主席也好 領事也好 師班員也好 如果你做一些簡單 再去到現場 再做一些簡單的拉筋動作 再配合深呼吸 還有你要開聲 開聲的方法 我都鼓勵大家 用一個E 就是R-A-E-O-U的E sound 這個的好處就是 就算聲音未開開好 你用一個focus的方法 練一個E sound 比如scale 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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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你練整首歌 都是用這個E sound 不需要唱歌詞 重點是 當一個人唱 兩三個人唱 十個人唱 二十個人唱 你都是練一的聲音 是共融的聲音 因為其實基本上你之前已經練好了 那些歌詞 到時就是練好一個聲音 練大家那些剛剛起床 睡醒的聲音要去一致 唱一次的歌詞已經很足夠了 你已經可以準備出去 又不是在當日的時候 還花很多時間去練 這就是和大家分享的心得 希望下次有機會再和大家講過 拜拜